還是要解釋啦 就是說他說什麼啊 我 花錢 對 我並沒有就是真的花錢去做別的事情 對 剛剛結束了一個兩年多的感情 那我覺得也 也是一個成長 對 那我覺得 那我以前確實有犯過錯誤 那我也很誠心的就是道歉 那也希望就是也是尊重女方的決定這樣子 那請問 這段時間 你以前你有跟他說解了嗎 就是情緒上面 因為他情緒蠻激動的 對對對 其實私底下還是有跟他發私訊這樣子 然後也是不斷的跟他道歉 安撫他的心情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可能彼此感情很深 有愛深刻 因為認識了很久這樣 所以彼此其實對這段感情其實放不太下 所以最後可能會比較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來把這段感情給結束這樣 其實挺可惜的 對對對 但是他剛才講了很多項的主要 因為你一直跟全面 就是你有和約沒有什麼 對對對 所以你都不算承認嗎 其實還是有一些內容 並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 還是要解釋啦 就是說他說什麼 我 花錢 對 我並沒有 就是真的花錢去做別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其實自己是沒有的 菜市場的生意還會進去嗎 菜市場的生意 4月我還有去賣 對對對 那5月應該會是最後賣雞腿的日子了 因為6月可能會進主拍戲去 對對對 本來今年真的是想要求婚想要結婚的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媽媽那怎麼會覺得很心疼啊 如果兒子這樣子會講 那我覺得就是徐心受教啦 就是畢竟兒子也是做錯事情了 我也有跟我媽說我就是做錯事了 那我也是 也是有對不起女方的地方 對 那我也是很誠心的讓她道歉 那當然媽媽 都是護自己的兒子 對 那每個人都是人生父母養的 所以我覺得 每個爸媽疼愛自己的孩子 是理所當然的